這篇講的是很有趣 我覺得就是年輕時代 Gen Z 的這些女性們 她們現在會畫一種特別的妝 那個妝讓男生看到之後就覺得 不要去打擾她 不要搭訕她好了 會嚇退人 讓人家這個震懾三分 當然我是Paul 最後要做我英文起讀 所以她的標題是 Gen Z Women Are painting on unapproachable makeup to reject men OK unapproachable 無法接近 所以approach這個字有接近 或者方法的意思 approach 接近啦 方法啦 方法這個詞有很多 所以你如果approach之外 還有像是method也是方法 means way 可加復甦可加不復甦 OK OK 這邊講幾個 OK 那method也是要加復甦不加復甦隨便你 可是means就一定要加s 因為你不加s的話 它變成是形容詞或者動詞 OK 所以像我們講說 花錢要花的 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 so you have to spend money within your means 這樣子 OK 就你有多少的方法去花錢 就用這麼多方法就好了 不要延伸出去 OK so you gotta live within your means OK live within your means 好 對不起 做一件事情達到了結果 能夠合理化你的手段 所以只要結果是你想要的 手段再髒都無所謂 這聽起來糟糕 可是很多做生意的可能是用這種方式來做的 OK 所以我們會說the end 就是這個結果 這個結果能夠去合理化 justifies so 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 所以the means又是方法 所以結果能夠合理化你的手段方法這樣子 所以方法或者手段 我們講說這個詞 中文的話 OK 好 就是幾個這樣子 腦袋中想到就是幾個 好回到這裡的unapproachable 就無法接近的這個makeup 所以要是你對著長什麼樣子有興趣 這邊有一個 影片我就不點開 但你大概看得出來 亞洲女生看起來有花成的一個 這個狐狸狀的眼睛 我們曾經有介紹過好久以前 甚至我們會覺得好像有點嘲笑亞洲人 好 所以這也是unapproachable的一個makeup 所以男生看到就覺得 嗚 好有煞氣這樣子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女生 左邊看起來相當的approachable 右邊看起來非常的unapproachable 好我們讀個幾段吧 好所以有什麼可以讀的 來 他說我們這邊讀一個quote好了 所以他說 men are intimidated by women in darker makeup 這是一個人說的 所以男生會被女生化的比較暗一點的化妝 給威嚇 嚇阻到 所以有一個字叫做intimidate intimidate 像兩個國家間還不打仗 一些軍演什麼之類的 我們就稱這個叫做intimidating tactics ok intimidate 就形容詞就主動的 intimidating tactics tactics就是策略之類的 那還有一個像威嚇人家 還有一個詞叫做saber rattling ok saber是一種刀一種劍 他通常看起來不是 像我們講說真的那種直直的長劍之類的 我們有時候叫做sword ok劍 那刀的話你就說 欸刀要怎麼說 好像sword也可以當成刀的樣子 其實ok 那當然還有knife這個詞 其實很多字喔說真的 像菜刀叫cleaver 你看 因為我玩那個暗黑破壞神 很多這種字是常看得到的說真的 所以saber也是一種刀劍這樣子 那這個固定的片語就是 rattle就是在那邊晃動 甚至是有聲音的那種 呵呵呵呵呵呵呵晃動 像響尾設計叫做rattling snake 這樣子 ok 所以saber rattling就是拿個刀在那邊 呵呵呵呵在那邊晃那樣 為何你 所以他跟intimidate有那麼點像 ok 好 所以 他就說 呃 這個 這個剛說剛這個話的人 另外他就說 so when she's not rocking the savage look guys harass her with stale lines like let me buy you a drink or I'm taking you home with me tonight 什麼的 所以他要是不化成這個樣子的話 所以他就是不化成那樣子 she's not rocking the savage look 所以rock這個字 當然有搖就石頭 可是你也可以說就是穿戴著一個什麼東西 you're rocking something 就不能發現你在搖著什麼 所以他這裡的racking the savage look 所以這個rock的意思就是去呈現著這個look 這樣子 所以這個用法非常的道地 只是我真的也很難把它翻出來 那savage就是野蠻的之類的 那現在在英文裡面好像也很常看到一個字說 嘿嘿我講個笑話 這笑話我聽了以後 這是一個我現場看到的 發生的在我眼前的一個東西 那我看了就很好笑 那我看完這螢幕之後 我心裡想到的這個字就是 oh savage 好的笑話是這樣子 我也是去一個麵探吃麵 那吃一吃吃一吃呢 就因為他那時候剛開張 那剛開始做生意 所以裡面員工甚至有點睡眼心鬆的 我覺得好 好像是10點多11點吧 或者午餐前這樣子 好anyway 所以我就聽到一個女服務生 對著另外一個女服務生說的這一些話 所以我們就把它叫A或B好了 所以A就跟B說 欸我們今天不會出小黃瓜欸 那B就說怎麼了 然後A就說 因為沒貨 沒有小黃瓜沒貨 然後那個B就對A又說 蛤你房間不是有一根嗎 哈哈哈哈 好你聽懂就聽懂 聽不懂我又不解釋 所以那時候我聽 呼呼 我在小吃店裡面的 呵呵 你服務生講話是這麼樣的這個人 OK 所以我心裡面想就是 喔 Savage 所以Savage大概就這樣的意思 那我剛說他的簡單的翻譯是野蠻 那你可以把它想像是 喔 說這句話太屌了這樣 OK 這個話說的很棒 好 所以他這裡說了 要是他並沒有在Rock這個Savage look的話 那男生就會來Harrass他 然後會用一些很無聊的Pick up line 所以他用了Stale這個字來形容他們的Pick up line Stale就是有 像一個咖啡放太久了 已經就是老掉了或之類的 就用Stale這個字 OK 好所以他就用一些Stale line 像是喔我來 我請你喝杯酒吧 Let me buy you a drink 或是我今天要帶你回家 I'm taking you home tonight 那這都很無聊這樣子 那But when I wear my unapproachable makeup They don't come up to me Because the look incites the fear That they're gonna get rejected And they are 所以 嗯 所以要他穿戴著 不是穿戴 要是他今天就是畫著這個 unapproachable makeup 我剛剛為什麼講穿戴 講錯 因為我們有時候講說這個 makeup 他的動詞也是wear So you wear makeup or you put on makeup 這樣子 那wear跟put on的分別是 如果你今天正穿著一個什麼東西 那是wear So I'm wearing a black T-shirt I'm wearing a white T-shirt I'm wearing something 這是我 I'm wearing a hat for example 可是我如果說 I'm putting on a hat 那就是我原本沒有戴著 所以再講一次 我現在做這個動作 叫做I am putting on a hat I put on a hat 可是我put on之後 我現在的狀態就是 I am wearing a hat 所以是不一樣的 所以要是他今天正 已經畫好了 這個令人難以接近的 妝容的話 所以我們就會說 she is wearing the unapproachable makeup 那如果現在正在畫 你就會說 she is putting on the unapproachable makeup 所以大概這樣懂一時候 好 OK 所以 這裡再看一下 so when I wear my unapproachable makeup 所以他說是OK的 所以他如果說今天畫了這個的話 所以我剛剛講成了穿戴 那你知道wear本身有穿戴的意思嗎 那makeup的話 也是用同一個字就是了 OK 所以男生就不會上來 因為就會感覺到害怕這樣子 OK 好 所以我們再往下看 有沒有再一段可以看 abrasive 我也是用了一個很酷的字叫abrasive 先看我們再往下看 nothing I love more than pissing men off pissing men off and nothing pisses them off more than when you look so good they are too scared to approach you 好 有一個很有趣的 這個句子還蠻有趣的 沒有什麼是 因為他用了一個more than 然後又用了另外一個more than OK 好 那這兩個more than的句型 再看一次 所以 nothing I love more than pissing men off 所以沒有什麼是 比把男生弄到不開心 還讓我開心的 中文翻腳爛 so nothing 而且他句子其實 他沒有主持動詞 你會看起來 其實前面是 there is nothing that I love more than pissing men off 所以他其實有一個 there is的結構在裡面 在前面 OK so there is nothing I love more than pissing men off 那這個piss off的意思就是 讓人家給生氣不爽或之類的 所以不要想說piss是尿尿 不是的 這邊piss off的意思是 讓人不爽這樣子 那 而 沒有什麼是可以 比這件事情還讓男生更不爽的 OK so nothing pisses them off more than when you look so good they are too scared to approach you 好 所以這個真的是 不是很好翻譯成中文的 這種一個句子 好 所以沒有什麼是 比後面這件事情 讓他們更不爽的 那後面這件事情就是 當你看起來這麼的漂亮 太漂亮 以至於他們根本不敢來接近你 OK 好 這個我們再讀一次好了 Nothing I love more there is nothing I love more than pissing men off and there is nothing that pisses them off more than when you look so good they are too scared to approach you OK 他就笑了這樣子 I think it's really fun when guys at bars get rejected and then they start questioning their own masculine energy 所以他覺得男生被這樣子打槍 就被他們推到遠遠的地方去 不敢接近 就覺得很可愛很好笑 it's really fun when guys at bars get rejected 然後他們開始就去質疑自己 到底夠不夠manly 來去接近這些女生 so they start questioning their own masculine energy 所以masculine就是講說很男性化的這樣子 OK 我們也說過台灣常常講說很man 不要你要講很manly這樣才是比較正確的說法 所以 masculine跟manly就是大概是等於的兩個字 那沒有很man這個說法 OK 沒有很man這個說法 這不是英文這樣子 我們也講過一個很多 很久以前說現在有個概念 就是big dick energy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所以把他打出來大概沒關係 big dick energy 大雞雞氣場 男生女生都可以有說真的 好然後下面就是講一堆廣告 其實new york post我覺得很有趣 他很多製作性行銷 我覺得 那下面想一大堆都是這個 多少錢多少錢多少錢 你把這些湊起來 你就可以畫成這個妝容 哇這個妝看起來真的是相當的 intimidating 我覺得這兩個是同一個人 by the way 如果你有看螢幕的話 好所以現在說的就是gen z 喜歡畫這樣的妝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那我有沒有在 我的生活中看到這樣子的女生 我說不上來 或許已經看習慣了 那你說我會不會 因為他們畫成這樣 就不敢接近他們 我是不會的 有什麼好怕的 就大家都是人 你是女人我是男人 沒什麼好不敢接近你的 我真的說真的 我說真的我在這輩子 就是我懂事以後 開始懂得怎麼去接近女生以後 我就不可能被任何女生的氣場壓倒了 這是我可以很有自信 可以敢說的一句話 沒有女生的氣場是可以壓倒我的 這有什麼好屌的 好啦 講到這裡夠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你還好想來 你還好嗎 再見 我還是有個正常